各位大家好 我們是陽明大學的風車和唱團 然後我們就從第一集到這一集都有唱 來唱歌 然後像我記得 上一次柯一陣導演有提到 我們在前兩週有帶來一本 由我們老師寫的 他帶領許多公民團體縣的 那個台灣式縣 那我想就會看到憲法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這個東西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雖然在我們的教育當中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都會說 憲法是根本大法 可是大家有想過為什麼憲法是根本大法 可是為什麼我們從來不會去討論 然後政府也不會去care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憲法就代表我們對這個 土地 跟這個國家的未來的想像 其實從我們的 民主跟憲政體制 是從西方過來的 其實民主跟憲政從 從西方的國家當中 是從來不能被切割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以前 國家是代表上帝 或是軍王所代表的權力 他們想行使 希望他們國家的樣子是怎麼樣子 而到了民主國家 是我們覺得希望台灣 或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希望變成怎麼樣子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一起去建構的夢想 所以當我們不去討論憲法的時候 就是不去討論我們自己 對這塊土地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價值 有什麼的選擇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的 社會運動 公民運動在進行 可是大家其實都是想反應我們的價值 可是政府 卻不想 注重我們這些想追求的價值 而憲法本身就是用來 對抗政府 說你為什麼沒有照 依照我們想要的價值去進行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我覺得不只是說我們要求他在法令上 為什麼我們必須強調 說我們有一套我們想要的夢想 有一套我們對台灣的想像 必須落實實現 就必須要 必須要透過一個 一套 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來強迫政府來接受這個 不是我們今天要他來妥協說 我們來抗議所以他們來妥協 不是 而是他們違背我們本來對台灣的夢想 台灣這一塊美麗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帶來 他一樣帶來每次最後 最後的時候都會去唱的一首歌 就是美麗島 希望我們把我們自己 對這塊台灣 真正想像的樣子 給他美麗的樣子 給建構出來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來面試囉 請大家一起 跟我們一起唱這首歌 美麗島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冷漫的懷抱 我們搖籃的祖先們 真實著 真實著 我們搖籃的祖先們 我們的腳步 他們已在重複的地裡 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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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在重複的地裡 避如南嶺 一起山嶺 我所無邊的太平洋 愛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 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一路藍綠 一起山嶺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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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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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香草 雨浪花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各位朋友 大家可以站起來嗎 大家到前面一起來 五六運動有一個最重要就是人越少的時候 我會唱的越大聲 我們給那個豐盛的事長鼓勵一下大家前面一點 大家一起唱 把它唱出來 大家一起上來 一起過來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不用害怕 大家再近一點 來來來來來 我們這裡有公開的人民 水流浪漫裡 一起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流 水流 稻米 香蕉 香蕉 玉蘭花 好 人越少 人越堅定五六運動公民論壇 下禮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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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見